第七题 燕晚的爸爸车上的冷气坏了 在寒冷下雨的冬天 车子的玻璃一下子就起雾了 所以燕晚只好帮开车的爸爸擦玻璃 但是你知道车子玻璃会起雾的原因是什么吗 我们看到燕晚在帮忙擦玻璃 所以表示这个水滴是在我们车子里面形成的 所以是车内的水汽碰到了玻璃 预冷凝结而来的 所以表示玻璃是比较冷的 那玻璃跟外面接触 所以表示外面是比较冷的 所以我们情况是内热外冷 而我们车内的水蒸气碰到玻璃 预冷凝结而成了小水滴 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 你知道车子玻璃会起雾的原因是什么吗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内热外冷 此车内水汽凝结而成的小水滴 请查看